葱兰也叫鱼百合,是一种十算科葱莲鼠的植物,原产于南美洲,它诸从低矮,中年长绿,花朵繁多,花期长,繁茂的白色花朵高出叶端,在丛丛绿叶的烘托下异常美丽,花期给人以清凉舒适的感觉。 一,土壤要求,葱兰喜欢排水性好的肥沃土壤,土壤性质可以偏黏性,建议使用河沙、原土、泥碳土和腐植土的混合物作为培养土,这样的土壤通气性好,土质粗排水加,肥力适度有利于根系的生长。 二,种植时间,葱兰一般在春季或秋季种植,这两个季节的温度适宜,有利于葱兰的生长,特别是秋季,九月是播种繁殖的好时机。 三,繁殖方法,在早春或秋季,从母猪身上取下带有根系的子猪,适当修剪子猪的叶片,然后将其种植在新的土壤中。 浇透水以促进球精吸水发芽,种植深度与间距,将葱兰球精埋入土中,深度约为球精直径的两倍,航距保持在15到20厘米左右。 四,浇水,葱兰洗湿润环境,但不耐水湿,在生长季节要保持土壤湿润,但要避免积水。 夏季高温时要增加浇水次数,保持土壤湿润,并经常给植株的叶片和四周喷水,以达到降温的目的。 冬季则要减少浇水频率,以免水分过多,不利于过冬。 五,施肥,葱兰生长期间需要充足的养分,建议每月进行一次追肥,使用稀薄的有机肥最好,注意避免过量施肥,以免烧伤根系。 六,光照与温度,葱兰喜欢半阴的环境,避免墙光直接照射,在春秋两季气候适宜时可以全天采光。 夏季阳光过墙时,盆中养殖的葱兰可以移至室内半阴处养护,以免叶片被灼伤。 葱兰喜欢温暖舒适的环境,生长适宜温度为15到25度。 七,修剪与维护,葱兰在生长期间需要进行适当的修剪,以保持植株的形态和健康。 及时剪除枯叶残花和过密的枝条,以减少养分的五味消耗,促进植株的分支和花芽的生长。 秋天也可挖出地下球晶储存过冬,来年再种下。 总之,葱兰适用于林下边缘或半阴处,做园林地被植物。 也可做花坛,花茎的香边材料,还可盆栽,宫室内观赏。 葱兰的花语是初恋,白头偕老的爱恋。 葱兰的花,花类其分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